登登登登 搞定啦 WOW!YOUP STYLE MADE啦 用电饭锅真的很方便 这么漂亮的老水拼盘都可以简简单单一和熟 家人多剩老水拼盘最適合了 可以照顾到大家的口味 之前去潮州吃了潮州老水真的觉得超棒 所以今天样样食材都买了 打算做一个老水拼盘 肥瘦均匀的五番肉 爽口的猪颈肉 鹅掌翼和鸭腎 我还买多一条炸豆腐 这几种材料熟得比较同步 而且比较耐煮 所以可以一起去搅拌 先把肉类飞水 肉类一定要放冷水 加两片姜去腥 再加米酒或鸟酒 我喜欢用中火 慢慢把血水逼出来 就可以飞得很干净 五番肉大皮一起搅拌 吃下去是胶质满满的感觉 这条豆腐有炸过的 油可能不是很漂亮 我通常会用热水搅拌一搅拌 搅拌一搅拌一些油 等待我们放去满水的时候 就没有油溢味 煮滚后把它捞一搅 否则会黏在肉里 飞完水后将它夹起来 再用水冲一下表面 要横顾的防抹 这样就很干净了 底下我们要放一些 红葱头蒜头和姜片 它有香一些 而且不容易会黏底 再把材料铺上去 今天我们直接用电饭煲 不用看火 方便很多 这里大概2斤食材 我再放两包潮散满汁 这个潮散满水汁里面 什么都有 各种香料 甚至南姜 我们这边比较少有的东西 它都有 已经放齐了 豉油和葱头油都有 所以我们不需要自己去放豉油 一包倒下去就可以了 再加多两碗水 我们吸回电饭煲 用两个煲饭程序来煲就可以了 两个煲饭程序有什么意思 即是它煲好一次饭 你再按多一次煲饭 按两个煲饭程序 煲两次饭 明白吗 明白 搞定了 哇 浪费了 全部食材都上色 你色水多漂亮 用电饭煲真的很方便 吃得了 放冰一点就可以切了 今天可以实现滷水汁油 至于我们这盏滷水不是滷的猪肠 我们这盏滷水都会越滷越香的 搅拌一下 放冰箱去 我们下次可以继续煲的 如果老猪肠的话 最好就拿出来单独煲 就不要混合拼盘去煲 我们稍稍稍稍再来切一下 这个鸭臣很爽口 蒸饭就试一下 哇 这么大块 表妹都没那么大块 怎么一转成 嗯 好吃 好入味 鸭臣还是鸭臣 这个鸭臣 伯伯给你试一下 怎么样鸭的 好吃吗 好吃 哇 鸭臣都看到流口水了 这个五花肉已经炆到入口即化了 这些老豆腐它里面有很多气红 它会很入味的 所以这些老豆腐这里老了都特别好吃的 它很吸汁的 我以为是潮汁的 刚才表妹也是这么以为 猪颈肉我们斜斜地切 就切得大快一点 吃滷水怕腻 我们调一下蒜蓉醋汁 加少许白砂糖 中和下酸味 这些是蒜蓉和少许小米椒 剁小了 再淋一些白米醋 再了均匀把糖溶化就可以了 再把我们的灵魂醬汁放在中间 淋一些滷水汁去上面 就很美味了 家人多做滷水品盘都对了 可以照顾得到大家的口味 这么漂亮的滷水品盘都可以简简单单的一和熟 一个电饭煲就搞定了 快点尝尝吧 食肉秀最爱 我最喜欢吃猪颈肉 我最喜欢吃五花肉 肥不利的感觉 好滑好香 真的很好吃 我为了你们吃得有仪式感 我都放了半个小时 吃完没有很口渴 我们家里的两大食肉秀 但你不在家就饱了 留下个鸡脚给她